听说洛杉矶有非常地道的日本寿喜锅料理 我们上一次这么专门的吃寿喜锅料理还是在东京 今天就来这家叫做伊玛的店来尝一下味道到底有多正宗 他们就有两个和牛套餐 200刀的是6.5盎司的和牛 160刀的是4.5盎司的和牛 我个人建议食量不大的朋友可以直接选160刀的套餐就可以了 怕吃不饱的可以选200刀的套餐 先上来一道前菜 左边Vegu beef 中间是Vegu beef tongue 牛舌 右边就是一道菠菜 左边的和牛吃起来有点像酱牛肉 牛舌的话味道也比较一般 所以我们专门单独点了一份烤牛舌 烤牛舌还是很推荐的 外焦里嫩 想要吃的话需要单独点 这并不在套餐里 接下来寿喜锅正式开始 每人会有一份饭 一份蛋 一份小菜和一碗汤 一份肉是这种比较厚的肉片 200的套餐会有两片 160的套餐会有一片 这也是两个套餐唯一的区别了 这片肉稍微有一点点厚 所以要先煎一下 然后再加酱油 我个人感觉他们家肉烧得有一点点过熟 而且默认的这一碗蛋 我个人感觉也有一点过熟 我个人喜欢生一点的蛋 本身和牛就非常的肥腻 再搭配上一个熟的蛋 感觉就会腻的不要不要的 肉的纹理清晰可见 味道也是咸甜适中 第一片和牛过后 开始煮一些白菜和蘑菇 吃完这一口之后 服务员上来要帮我们换蛋液 趁着这个机会 问了小哥可不可以换一个生的鸡蛋 服务员小哥二话没说 立刻换了一颗生鸡蛋给我 咱就说这马上就有日本那味了 第二波肉又来了 这一波明显肉片偏薄 没有之前那个那么肥腻 两份套餐在这个肉片上 数量是一样的 上来新的生鸡蛋后 马上搅拌好准备待用 从口感和味道上来说 我个人更喜欢厚上来的这份肉片 超过最开始上来的肉片 当然也不排除 可能是因为我换了蛋液的缘故 总的来说 我感觉他们默认的肉的熟度 稍微还是有一点熟过头了 喜欢生一点的朋友 可以让服务员小哥不要煮太熟 换了蛋液之后 叶哥也开启了开心吃肉模式 甜品的话有几道可以供大家选择 我选的是一个草莓雪盘 和一个香芋冰激凌 配上菠萝 朋友选了一个冰激凌 和一个抹茶芝士蛋糕 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我们会去洛杉矶一家 非常出名的寿司店 下期见 拜拜 拜拜